美国外交官拍摄 1927年1901年至清朝宣统2年1910年斯戴德毕业于康奈尔大学 北京人像毕业后任职于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 1854年至1911年间清朝光绪32年1906年出任美国驻奉天总领事 美国驻奉天总领事馆于清朝光绪30年1904年设立 展开全文雍和宫 1694年清朝康熙33年康熙立位皇四子印珍在内城建造了府邸 此地原是明朝的内官间官房 印珍府邸早期被称作珍贝乐府 四爷府印珍被授封和朔雍亲王之后 府邸改称为雍王府 雍和宫1725年清朝雍正三年雍王府前邸改为雍和宫 雍正帝在位期间雍和宫中路西路已为赞传佛教上院所使用 1735年清朝雍正十三年雍和宫内曾经停放过雍正帝的灵鹫 横滨正金银行北京之行 1910年清朝宣宏二年位于玉和桥路金正义路的横滨正金银行北京之行大楼落成 横滨正金银行是1880年在日本横滨创立的 北京之行大楼建属于东郊民巷使馆建筑群 东郊民巷1900年清朝光绪26年根据新丑条约 东郊民巷改名使馆街legation street在清朝官方的地图中标名为东郊民巷 清朝政府在此街的衙处仅有户部礼部礼部松人府保留 北京庙会老北京的庙会是古老的民间宗教文化活动 清牧民初时期农服寺庙会逢每月一二九十 土地庙庙会逢三 白塔寺庙会逢五 六 护博寺庙会逢七 八 各类庙会基本上天天都有 北京庙 会北京的庙会逐渐成为老百姓购买生活拥品的市场 庙市上的货物品种齐全 包括日用百货 锅盆暖住等 庙会上的小商小贩们 会在庙会结束时 把全部货物再搬至另外的庙会 迎亲队伍老北京新婚的迎娶迎亲仪式 是比较讲究的 迎亲行列里有 大镜 二镜 筛镜 开道螺 弯博号 大号 红伞 令剑 九阴螺 大鼓等等 北京老照片 1901年至1910年 摄影 Straight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